朋友们大家好 我开始做晚饭了 今天准备简单的吃一个烙锅 准备了一点五花肉 蔬菜清蒸菇 包菜 土豆 还有耳筷 还有一点蒜末 这个做一个酱料 蒜末加上酱油 胡椒粉 食用油 蚝油 柠檬汁 给它搅拌均匀 拌好了 再做一个喝的橘子汁 先把这个皮给湿了 把这个皮籽全部湿了 要不然会有骨色味 加了矿碱水和一点白糖 打成果汁 倒在杯子里 橘子汁就做好了 小鲜 开一下火 锅烧热了 我们先放五花肉 小火 慢慢的给它烙至焦黄 这种香味已经出来了 已经开始出油了 把它烙碰上 把油给咬出来 加点料汁 烧烤了把它捞到边上 第二个不容易熟的放上煮冻 烙熟了 烙熟了 凉叶鱼给它捞到边上 现在放包菜 放点料汁 小鲜 小鲜 给我干火稍微大一点 这个 太到实 捞到边上 下个清蒸菇 清蒸菇也要放料汁 要不然还熟不了 来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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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找化了 清蒸菇也好了 最后一个 耳怪疤 小火小一点 火小一点 再烙就行了 来点点油 我要点料汁 熟了给你吃饭了 把它捞上来 中间这里现在不炒了 放点水 我要帮你吃饭了 今晚上吃肉锅 挺好吃的 这也是巴巴 清蒸菇 包菜 凉液 五花肉 这肉可好吃了 炸上点辣椒 里面有植耳根 葱花 辣椒可好吃 嗯 好喝 这橘子汁 就是很酸很酸 那个橘子做的 刚好那个橘子又不怎么酸 你喜欢的包菜点 来来来来 这个又可以吃 对 晚餐一块 包菜还要进去 洗一下澡 可以洗口 嗯 嗯 这个烙锅 就像烧烤一样 嗯 多夹一点 多吃一点 我帮你夹了 帮你自己夹 这五花肉 小块小块小块的 就像油渣一样 我觉得包菜是又便宜又好吃的一种蔬菜 金蒸菇 平常很少吃金蒸菇 就小块小块的肉 羊液再来一点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